有些人就是小则二方的命,不要不服气 这种人一看就知道,一听你就懂 你真的有经验就知道 你外在再怎么妩媚妖娆,内在心里是空虚的 没有底气的,条件环境是不允许的 没有修养,那你往往找的都是清福,外在花瓶,没有用 那你这种命,挂上了,也告诉你 有这么个情境,屈膝纳线 我们说归妹,归就是回家,妹妹,比自己小的,或者后来的 前面说了,婚姻之挂,雷锋横,长男长女 下面变成了少女,而且会算的人 他往往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老三 很奇怪,会硬 争凶无忧力 这种事情,往往好得不多 到最后,经常是一无所获 所以,很没办法 这个初遥,告诉你,一条腿也能走路 你去吧,还是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至少比现在好 你这命,只能这么选择 他初遥地位很低,很无奈 说,九二已经凸显在外了 羊瑶代表前挂,印瑶代表空挂 可以拿这两个挂来 对应的瑶死来解 我们再强调一遍 你这个,走到见龙在田的时候 就你已经可以凸显出来 说,进入家了,我一只眼睛 睁一眼,闭一眼 作为一个女人,这样做 还是可以的 勉强,还过得去 如果是男人,就不行 你想主张什么 你到这个家,那没有你的份 过去长有尊卑 那是很那个的 你说现在没有啊,现在这个小算 好像什么都有 那只是一时的,只是表面的 等他人老朱皇之后 你再看看,往往娶的都是这种 当他没有孩子的时候 你再看看 所以,为什么都抢,要珍贵 而且在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名分 现在是同样的 走到哪儿,也不能一起公开 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一辈子都是屈的 说,来到后面 这个,服侍这个一家之主 以妹妹的这种姿态 就是没有告诉你,结果好有不好 你只能这样 就这么个情况 最后,如果是坤卦说,无成有终 就是最后 就是最后 就只能这么做 没有好与不好 然后,归面延期 你这个时候,你还是羊的 还是很高位 你已经没得可降 所以,会拖延 各种条件不配合 也没有相应 最终 也不是你能走通的 你想走就能走这条路 还有六五 这种情况 是好的 就是你的这种各种品德 比原配还高 月脊 旺 你在这个 呃 月亮 初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阴柔的 女子要有这种特性 不是外在花瓶 有内在的修养 这才是好的 然后上列到最后呢 这种大体的情况 往往经常都是 有框无石 都是空的 那男子呢 也没有什么可分给你 都分完了 所以 你就要想 你真的要走这条路 要不要单身 然后男子 你真的要娶吗 到年纪大了 要养好几个老太太 要费很多的精力 财力 各种方面 家庭的各种矛盾 纠结